相信我 好嗎 我信你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拿给顾兄看看 顾兄 再见一晚 娘娘 秦王请您过去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太子研究的解药怎么样了 即使再快也赶不上救命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天坑找毒蛊兽 用他的血来戒毒 这是什么 这是冥香绘制的天坑地图 冥香现在很有可能就在天坑之内 他去天坑了 他发现了在毒蛊精录里 藏着天坑地图 所以就偷偷跑去了 他也太想当然了 就算有了地图 没有解药 也一样送死啊 天坑有毒蛊 能解救太子的毒蛊兽 现在就连冥香 也很有可能在毒蛊手里 如此看来 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了 他这次冒险肯定是为了殿下 于公于私 我们都不能不管他 你放心 等我把解药研制好 我跟你去天坑 还有一件事 韩聪安想见你 你放心 你放心 我和殿下会救你的 我不需要你救我 因为我不想欠你任何的恩情 我不仅仅是为了救你 也是为了我的弟弟妹妹和姨娘们 他们和你更加没有关系 什么意思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寒家人 和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你只是一个野种而已 我们韩家的人和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可能 我为了刘家人 我和你拼命 你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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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需要照顾他 我们日夜相处 便产生了情愫 结为连理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们在大婚之前 他已经怀有了身孕 可我为了脸面 我只好容他把你生下来 他活着的时候 我还能够忍受你 可他后来死了 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我的耻辱来 所以我娘一死 你就变着发地折磨我 下毒药让我生毒疮 纵如徐夫人和韩若雪欺负我 没错 因为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我往日的耻辱来 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你救我 我不想欠你任何的恩情 那我的亲生父亲是谁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你听好了 从今往后 韩家的人和是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需要你来救我 你滚 你给我滚 我 我 我 岳西 对不起 殿下 父亲让我别救他 我不是要救韩从安 我是要救太子 你不用安慰我了 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想殿下为了我陷入困境之中 你听我说 天徽帝一直派人秘密监视着秦王府 如今 太子危在担心 为了救太子 正好给了我一个理由 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天坑 但是陛下一定会趁机设陷阱 我不想让你再有什么危险了 不要担心 相信我 好吗 我信你 那我们就去天坑找毒宗 毒蛊兽 就寒假 就寒假 啊 疾病 背囊 如果这么大娘 要不为了寒冷 或者你呢 可以不要失敌 因为脸脸 有人拿着